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老婆 今天我們要來當一個海賊王 沒錯 這個遊戲其實有觀眾推薦我來玩 但在推薦之前我就已經有關注到這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也是蠻多人在玩的 他的魅力應該就是在他有一些特別的果實啊幹嘛的 可以來變成你心目中想要做的那個 特別特別的海賊王嗎 是嗎 我也是不清楚啊 因為我也是剛玩不久 而且我才 你看我的等級 53等而已 現在呢我要去我的第二個訓練的地方 然後領取隨機果實 那我買了這個 超級爛的 這個不知道怎麼練上去 我現在還是就是新萌新手 那這個會不會出續集呢 是會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非常多的元素可以去玩 所以呢 會持續拍片這樣子 嗯 那我先去領取惡魔果實 反正等一下領到什麼果實就是給他吃下去就對了 但是呢 有一個尷尬的點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會玩的時候 我就亂點 我把這個劍啊 這個果實啊 其實這個好像有些人是說要練劍的話就是點這個 那你要玩果實類的話應該就是要點這個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不會玩 所以我就隨便讓點 不過有人說第二世界是可以免費 就是洗那個技能的 那我就先不花RB把它弄掉 OK 來看看 它需要兩萬多 隨機果實 夠買 這是炸彈水果 炸彈水果是幹嘛啦 好像算是蠻不錯的吧 但是 有那個 觀眾就是推薦我玩閃閃類型的 唉唷 這什麼東西啊 他應該是想打我吧 沒關係 我就吃下去 吃一下 炸彈果實 那這個炸彈果實可以幹嘛 試一下 其實還蠻強的耶 我們去接個任務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是要怎麼練呢 這個要用這個技能慢慢練嗎 Monkey 哇 原來是這樣子練啊 喔 那我第一個技能是超級費耶 他那個手在那邊 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練到50嗎 然後看一下他的絕招是什麼 好像這個果實呢 還可以覺醒喔 這雖然是我是新手 但是我看人家玩過覺醒的樣子 然後呢 我有一個觀眾 他是玩諾諾果實 超級強的 他那時候是在這個商店買的 我看看喔 他這裡呢 我就是買這個旋轉的超級爛 這個絕對不要買爛死了 這個都應該是要自己去找的吧 這種果實 然後煙霧果實是有人推薦 新手可以去用的 大佛好像也蠻推薦的吧 然後我們來接個任務 然後練個等級 這裡遇到一個好人 他說送我果實 這個炸彈果實 不就是我的嗎 我看看抽到 這個果實它是可以存起來的啊 這個人教我怎麼存 真棒 那我們現在練到了25的等級 我們去另外一個地方 那邊的怪物應該等級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去那邊練練看 感覺這個炸彈水果的 果實好像沒有到很強 哇哇哇 天啊天啊天啊 我得到不該惹的人了 哎呦我們這技能練到50 要看一下這個 攻擊 我承認 你 喇 poses 啊 哇塞 我以為是我的攻擊 原來是他的攻擊啊 我 Blade 這個沒有很強咧 酷 喔可是 它可以炸飛出去 有點 demands 哦 主持人 他去 那這個呢 其實有自己的朋友幫忙帶會比較快一點 我那個前面的時候也有遇到有玩的觀眾 他就稍微帶我一下 比較容易練啦 因為不然自己練的話會蠻久的 除非你對這個遊戲是蠻熟悉的 不然自己練人生地不熟的超級難練的 啊對了 這個看我這樣走路是不是很快對不對 他按Q就可以連續這樣子瞬移的方式 然後按兩下扣買鍵可以連跳這樣子 我們練到75 下一次 再來看看去抽到什麼果實 還是換個別種果實 然後來練看看他的絕招會是什麼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需要發現的話 就觀眾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一下 然後我就會去探查一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隱藏的東西吧 我們75等的技能解開來了看一下 第一個技能就是可以這樣放炸彈去那邊爆炸 第二個技能是可以一起來炸的 這個 然後第三個技能就是可以把別人炸開來 第四個技能就是擺炸彈 然後走過去的話就會爆炸 這走過來爆炸超爛的耶 怪不得呢 那時候我第一次抽到這個炸彈的時候 有人說不要用這個炸彈超級爛的 好 我們呢 現在有30萬 我們去那個叢林那邊 然後再去買一顆 看會是什麼果實 蠻多人都會來這邊抽果實的 看看能抽到什麼樣的好東西 如果是抽到一樣的話我們就不使用了 抽到不一樣的話我們再來使用 來吧 隨機果實 復活果實這是什麼東西啊 試一下 它是可以復活人嗎 好像有點強耶 哇塞 剛剛直接把那一隻猴子直接打死耶 真的耶 哇塞 這個好像有一點東西喔 我們練到30等看看 OK 30等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怎麼樣 這什麼東西 我沒看清楚耶 這什麼東西 這好像也有一點爛爛的耶 這果實 嗯 好啦 那我們就差不多囉 那下一次呢 看觀眾 還想看到我吃什麼果實練什麼技能 可以推薦一下 或者是我們再去抽一次那個果實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來練 看有什麼技能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記得到影片下方 右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喜歡 訂閱旁邊還有個鈴鐺 幫我們按下按鈴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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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每天都一個星一定要收看喔 掰掰